大家好 我是石涛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这是周星驰在降魔片里面的开头语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背景 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片的 我个人的认识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认为周星驰有来头 他的两部片子 一个功夫 一个是降魔片 用非常荒诞的手法 突破了中共高层的电影审查制度 却隐喻着 直接明确点出 现今中国社会的现状 借用了这种民间 中国的武术 中国的民间的神话的传说 去讲出了今天 在中国社会当中 所发生的真实的一面 我个人认为周星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的概念当中 他有很深刻的理解 这是我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过的 影片里他还介绍了不同层面修行的人 或者说修行到不同层面的人 他展现出来的能力 他面对的苦难 他面对的一切和作为人灵魂的一面 对真正佛法的坚信 他展现出来不是人自身的力量 而是他的信念 感动天地 真正做到了天地人合一 形成的 展现出来的一种价值 一种生命的所在 想看涛格侃内影 在YouTube上打尽涛格侃内影 你就能找到涛格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五月份是四月份 国内有一个报道 是国务院发出的通知 要求对这个中医 中国的针灸传统的医学 包括气功健身 要正式对待 重视对待 正式对待 那是从国务院发出的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一闪就没了 我们有朋友当时在Facebook上问我 说涛格这什么意思 气功 谈到气功 在1999年法轮功被迫害之后 江泽民当时江泽民宣传的概念 气功就是装身弄管 今天很多人还是这个说法 对吧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大家又明白 在中国的传统民间的一些 无论是健身或者是特异功能 一直在流传的 那所谓的那种批法 那种说法 是整个江泽民体系当中 愚弄别人的概念 做法 谈到人性 谈到灵魂 你灵魂你看得着吗 灵魂你拿口袋装得了吗 肯定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你谈到另外空间 灵魂本身 我们人的灵魂本身 就存在肉眼 所无法辨别的另外空间 如果从气功的角度来讲 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被当成装神弄鬼的话 你自己的灵魂就是装神弄鬼 每一个人都如此 人笨蛋 只认识穿衣服 只认识女人的身体 只认识名车靓女 买房子 作死 就不认不想认知 自己灵魂本身 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那谈到这些内容 总有些人反对 其实我觉得 你就是被高级动物玩了 你才被附体了 被附体的人 被高级动物玩的人 扭过脸来说 别人装神弄鬼 都是反的 一切都是反的 大概一个月之前 有个朋友在Facebook上贴个贴的 说涛哥 我晚上突然看见一只眼睛 在我额头中间 略带惊恐的样子 他说吓得我够呛 你能 附体能解释解释解释 那是什么东西 老大一只眼睛 那我看到有网友 有朋友跟他解释 那我后来在节目当中 没再提 可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已经多次跟大家分享过 在我的Facebook上 有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所看到的现象 做自己所意识到的现象 包括在前两天有期节目当中 我提到 我说这个蒙尼傻 达芬奇的蒙娜丽傻 蒙尼傻 我说那东西 你真正到那看的话 明白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不好 甚至带着某种邪恶的概念 那结果有个法官 有个朋友 贴了一个很长的贴子 昨天贴的 说涛哥看了你那期节目 听了那期节目 他说让我赶出良知 这个人很大了 他说小时候住在姥姥家 姥姥家里面的厕所里面 贴的 挂的一幅画 就是蒙尼傻 他说他 这是他讲的 朋友讲 就现在就在Facebook上放 他说 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我那么小 去上来厕所 我最怕看的就是这幅画 而到现在已经成人了 他永远无法抹杀 当时幼年时 给他带来的恐惧 他描写的非常详细 他说曾经 他死死的盯着这个画 盯了十几分钟 他发觉盯过之后 结果整个画的形象改了 样子改了 那种笑容改了 那如果有机会 其实我是想把朋友们 给我的留言 整理成小册子 那如果我 我现在 昨天稍微汇总了一下 就汇总了几十篇 六月份 仅仅是六月份 这么几天 就能汇足几十篇 朋友们的留言 我觉得有些 是非常值得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朋友就讲说 这件事情 蒙尼莎这件事情 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在他长大成人之后 他特意寻找过书籍 去分析 去看 达芬奇当初看 当初在画 蒙尼莎的时候 他的绘画的过程 他的完成的过程 结果他发现 达芬奇为了画这幅画 曾经解剖过很多尸体 解剖过很多人的面容 死人的面容 而且他在这方面 为了了解人的面容的骨骼 这是让他吃惊的 你让我说呢 如果人死了魂不散的话 大家听着害怕 如果大家听着害怕 你上坟地去 农村有坟地 云南贵州有赶尸的 赶僵尸的 人在坟地当中四周 你为什么感到阴森 人说鬼魂不散 如果那幅画 如果那幅画的背后 真的有那样的 真实着人的生命 被解剖 被研究的过程 那你说背后是什么 那你说他带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当我来到了卢佛宫 看到了蒙尼莎的时候 再到意大利展厅的外面 看到了拉斐尔的画像 拉斐尔的作品之后 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之后 那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的概念当中 就出现了新的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米开朗基罗代表着 他所表达出来的 与神的境界更近 拉斐尔代表表现出来的 画的意境 生命的意境 与人的现实环境中的繁荣 与正常人应该有的境界更近 达芬奇描写的 他展现出来的内在的感受 和背后的东西 与鬼更近 而这三层组合成 今天我们现实中每一个人 人作恶 抛弃善念 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鬼魔 在现实中生活中的人 代表着阴险 毒辣 狠 都是那一份面中当中 你可以体会到 人间的富丽堂皇 人间的美貌 人间物质当中 与精神结合一为一体 在现实人的层面 表现出生活的品质 就是拉贝尔 拉贝尔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在我的眼睛里 却重新表现出 更新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人的生活 不极限于这一个层面 就像我自己 跟大家讲过的 人出生 就是死亡 那其他的太阳 与月亮 星体的转变 那水的循环流失的一切 都是循环的 干嘛 人的生命是单一的 人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的一切 都是单一的 出生就为了死 黄泉路上 吴老少 那我只能说 那是个假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迷 最现实的虚假的生活中 那他承载的 却是永恒的灵魂 而这灵魂 却被决定了上天堂 下地狱 而怎么被决定 是人的单一层面的生命过程 你取向善 人性 还是取向放纵 利益 鬼魔 欲望 就像我跟大家描述的 那 伊甸元 作为亚当 他是男神 作为夏娃 是女神 在蛇出现之前 他们两个之间 他们的境界 生命的境界 并不会使得 他们出现男女之间的欲望 他们就会停在伊甸园 他们就被神接受 生活在那里 蛇的出现 诱惑了夏娃 夏娃产生了欲望 诱惑了亚当 被神打下了伊甸园 不配与神 当时创造时的同在 我个人的理解 那也就是说 夏娃的出现 夏娃的诱惑的出现 跟那条蛇相关 你看见了吗 没看见 那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现实中 人的生活的 灵魂的价值观 和被诱惑 诱惑与被诱惑之间的关系 这东西都是无形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最物质化的生活中 却表现出 它更大的意义 是在看不见的那一层面 包括自己的灵魂 为什么提这个 周永康的案子里面 周永康泄密罪 却泄给了一个 被称为国师的特异功能者 那才邪了门的 BBC这么报 周永康将国家机密 泄露给谁了 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 点名了曹永正 这个人是谁 我昨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当时我印象中 当我念到 泄密给曹永正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非常陌生 就是从来没在周永康的案子 前后曝光当中出现这个名字 所以感觉非常的一头雾水 那他也提到说 周永康为什么把国家机密 泄露给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媒体讲 曹永正从2013年 就被隐晦地提到 有人把他称为国师 也有人把他称为周永康背后的男人 甚至有人说 没有曹永正 就没有周永康 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我看到另外的资料 香港的东方日报说呢 曹永正呢已经被抓了 那现在还被关着 这里介绍曹永正被称为新疆三大仙之首 三大仙 这都是民间的说法 新疆三大仙 我一直跟大家讲 新疆这个地方 应该是周永康的根基所在地 而新疆在习近平2012年接手之后 连续跟新疆连续出了很多事情 对吧 杀人 砍人 什么习近平在乌鲁木齐遭到暗杀 然后再包括这个昆明事件 都是跟新疆有关 那而被称为周永康的国师 曹永正 却是新疆的三大仙之一 三大仙装神弄鬼 按照江泽民的说法 按照周永康的说法 而他的背后的军师却是装神弄鬼的人 再看看我们今天很多朋友 被人家当猴耍 也说那些真正拥有信仰的人 叫装神弄鬼 这是一个杂乱的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黑的全都说成白的 白的全都说成黑的 而说这话的人 却自己捧着湖黄白柳 对吧 自己捧着湖黄白柳 就像江泽民在6月3号 跑到这个九华山 去拜地藏菩萨一样 就像江泽民上台 把天安门广场的旗杆 扒高了概念一样 在八一湖 在军事博物馆那儿 建一个什么世纪坛 这里面都是装神弄鬼的 那可真是鬼 而不是神 对不对 风神演义里面出现的 另外恶的一派都是鬼 狐狸为先 文章讲 59年出生的山东青岛的曹永正 是普通家庭 文革后考到了新疆大学 读政治学 读政治学的 成为了三大仙 88年下海经商 凭借自己的特异功能 在新疆的医学研究所 出尽风头 被称为新疆三大仙之首 90年代起 曹永正据说到北京发展 然后他就开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赚钱 有人形容 曹永正是个粗犷的中年人 衣着不讲究 能言善变 2013年之前 多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之上 在周永康被传出出示的2012年底 他便早早离境 有预测功能 你别人把人当一般人 好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胡黄白柳都出来了 这样的胡黄白柳的应景 跟江泽民是蛤蟆 是一概概念 跟江泽民在去年 弄出两个气蛤蟆 预言谈一个 对不对 广州一个 是对应的 装神弄鬼 他就真的是这个 在2014年9月28号 江家帮逼迫习近平要在香港开枪的时候 之前 香港的在9月15号17号左右 香港遭遇了一次暴风 结果把香港的200多年的 一个古庙前的左青龙旗杆 左青龙旗杆 定海神针 从根上给刮断了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了 对不对 左青龙右白虎 香港的事件就是习近平的大难 连根切断 你说怎么说吧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中共上层的反腐 今天打斗的一切 它真实的根源 可能都在另外空间 与我们灵魂所在的同样的境界 同样的空间展现出来的善与恶的搏杀 所以我个人说法 这叫斩妖除魔 保住人性 他到北京之后 曾经做过一些预测未来的事情 在民间名声大噪 1993年 北京申办奥运失败前一年 他测出了这个结果 一位房地产投资人 称他为救命恩人 房地产投资人玩得多现实啊 玩得多手笔啊 对吧 但他得求装身弄鬼 而我跟大家说 退党退团退队 尊重你的灵魂 那是鬼魔 你说我胡说八道 你说这人 红尺麻花蛮宁 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 我跟你说的 退党退团对队 是对灵魂的拯救 你求人大先 去预知未来 去算自己的命 算的是你这块肉所在的 钱财势力欲望 我跟你说 等的你就是地狱 因为你满足的是这块肉欲 所代表的一切的氛围 我跟你说的是灵魂的圣洁 和灵魂的尊严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针对每一个人 文章提到 与许多在京城 同样被冠以大师的 头衔的人一样 曹永正野心不仅局限于此 九十年代末 大力开发政商关系 与周永康结缘的起点 那曹永正与李春成 等政法体系 石油体系 四川省的高官 结下了深厚的私交 积累了大规模的财富 周永康曾拍着曹永正 向别人介绍说 这是我最信任的人 为什么 曹永正用他的 自己的特异功能 帮助周永康 在做了什么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江泽民上阵之后 为什么把天门广场的 旗杆拔高 为什么在八一湖 建了世纪坛 结果在去年 720时放了一只蛤蟆 还在八一湖预言坛 你不信那个 他们都忘死了信 做着命都信 但他们信的是什么东西 信的是胡黄白柳 蛤蟆螃蟹 动物 一句话 那是动物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 是不希望你的灵魂 被动物占有 动物代表的就是利益 欲望 曹永正是他最信任的人 周永康 结果周永康有29个 长期的女人 有400个业情 她是配在一起的 看看你的聊斋之意 看看这个风神演绎 不是一样吗 对吧 朝中中 朝中的官 与女人 与女人 完整的合为一体 这里不是埋态女人 是指那些 妖魔鬼怪的女人 对吧 从中共建政那一天起 刘海素 在他的回忆录当中 直接写 用一张大床 他与赵丹 与蓝萍 后来的国母江青 睡在一张床上 他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时的国母 是人吗 那是高级动物 这是人坚守自己的道义 本该有的 当整个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 就是妖魔鬼怪来了 当他来的时候 一定是在这方面 对吧 我早跟大家讲过 你看看好莱坞也拍的鬼片 好莱坞拍的鬼片 一定是男女 他拍的神的故事 一定是圣洁的 神的故事 他没有身体上的放纵 鬼 吸血鬼 浪荡鬼 一定是男女乱来的 文艺作品中 在所有的作品中 都这么描写 就你聪明不信那个 就你明白 别人都是傻瓜 别人都是傻瓜 就你明白 你看什么风神演义 你看什么石头平树 文章讲 不过在周永康的人际圈落中 曹永正或许并不是他仅有的心腹 但对曹永正来说 这一段关系 是曹永正获得财富的 最值得有用的东西 曹永正曾经夸口说 自己见过六百个部长 他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个部长 好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部长 搞不清楚 他就见过六百个 他见过六百个 比习近平见多多了 他说在福布斯富豪榜当中 不敌我一个小指头 一个修行的人 去攀比这些东西 你说他修的是什么 对吧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那概念一样 另外空间 有神佛 有道 可是同时啊 地狱的门向你敞开了 有鬼 有魔 有妖 有螃蟹 有狐狸 还有蛤蟆 文章讲 民间对曹永正 京城政商圈的人脉多 有传说 曹永正十年前 曾经斥资一亿多 在北京前马场胡同四合院 作为北京年代投资的总部 这个地方在后海 那离习近平他们家就不远了 当初他们家就不远了 对吧 那一片 那一片实际是北京的老城区 那北京的市中心了 能买 那个大家看到 他说 花了一亿多买个四合院 那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妖魔鬼怪当道 才会出现活摘奇观 出现一系列的事情 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的反贪腐 实际的概念 是斩妖除魔 当你要做个人的时候 你只能这么做 这也是真正从另外角度 去佐证 我劝大家 退党退团的真实的一面 你在其中 在党团之中 就在妖魔鬼怪中 我指的是你灵魂 被这些东西欺辱了 而你在现实人的生活当中 你为什么愿意这么去做 因为有你欲望 与利益的放纵之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